粉丝提问,如果信号枪在圈内是召唤撤离飞机,游戏会有什么变化呢? 现在的信号枪在圈内是召唤超级空头,如果改成是召唤撤离飞机,登上飞机直接吃鸡,游戏会如何呢? 1.信号枪超级加强 信号枪从召唤超级空头改成撤离飞机,这就是一次妥妥的大加强 因为你就算捡到超级空头了,也顶多让你一生的神装,并不能保证你一定吃鸡 可是撤离飞机就不一样了,只要你登上飞机就直接吃鸡了,这不比一生装备好多了吗? 2.飞机大战将更激烈,既然是召唤撤离飞机,那飞机过来肯定有个过程 而且飞机肯定是谁都可以登上去的,就看谁更快了 所以这势必会引发一场大战,毕竟只要能登上去就直接吃鸡了 到时候每一次召唤撤离飞机都将是一场血战 3.大神上风更快,真的这样改,那大神要笑死了 尤其是想冲分的大神,只要找到信号枪 或者在敌人召唤撤离飞机的时候自己过去 然后把所有敌人都击杀掉 自己自然而然就吃鸡了,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加很多分 大神上风枪会超级快 交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,我们下期见